日本名古屋的夏天很二次元 每年8月来自全球36国顶尖COSER棋聚 在WCS世界COSPLAY峰会的舞台上 一较高下 WCS举办十多年来 大陆舍度夺冠 打扮长盛军日本墨西哥 背后是动漫经济人居一起的模社 像欧美风的角色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注重轮廓 像阴影啊就要打得稍稍重一点 如果是日系的呢 可能就要腮红突出 然后非常可爱 同时要注重眼妆 紫妙天津女孩高中米上COSPLAY COS年姿至今超过十年 角色的揣摩花时间更花钱 COSPLAY真的非常的有趣 而且还可以去体验到 这样的角色的造型 还可以展现在舞台上 简单的一套衣服 可能会是五六百左右 然后自己去定制的 复杂一些的 像我之前的金鱼机的那套 就是四千块 过去服装得靠妈妈动手做 这些年动漫名与日俱增 上淘宝就买得到 她自己也从一般玩家 要身专业户 化身虚拟歌手初音未来 走进动漫展 迷歌迷地前仆后继 上前勾搭拍照 这是她的工作日常 每个月有十场左右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活动的次数 并没有这么多 也不会这么频繁的有漫展 现在不仅一线城市 现在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也逐渐有更多的漫展出现 全大陆跑透透 大大小小会展上亮相 帮厂商站台主持活动 一个月能赚进两三万人民币 动辄超过十万台币 大陆动漫产业真的越来越火 在2017年整个总产值 已经来到了1500亿人民币 占了整个文娱市场的24% 受国民所得增加 文化消费支出提高 对岸动漫用户规模 已经来到3.1亿人 其中90后00后是消费主力 占比达到60% 这是他们官方的设定级 有预算上线吗 有 多少钱 有啊 漫画动画衍生出的戏剧电影 甚至是游戏 以及授权使用琳琅满目的玩具 与周边商品 商机惊人 相较外国IP 大陆本土动漫竞争力相对较弱 眼神比市场75%以上的营收利润 流向日韩美三国 于是讲好中国故事成了新风口 华美的造型浓烈的古风 素环针 起螺声一出场 仅仅抓住台下观众的心 一尊五六万台币的戏友 粉丝不手软 上要买单 一万多吧 加上偶价 这样很贵耶 对 因为我爱他 我觉得我应该守护他 国风抬头 霹雳不带戏三年前 正式进军大陆 以制作精良的人偶剧情 和深光特效 在对岸人气红不让 每年在路营收 以百分之五的高速成长 版权跟商品占五五吧 五十对五十 对啊 授权比较不一定 比较不动 今年预估大概 应该将近两千万人民币吧 快 快走吧 快回家吧 大鱼海棠上亿五天 创下13亿台币票房 网路小说改编的全职高手 手机线上播放量破一亿 画风或多或少 都有日漫的影子 从模仿到原创 大陆有钱有市场 本土动漫的黄金时代 不远了